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金钱面前 人的本性一览无语 爱一个人 就是愿意为他花钱 如果你觉得他很小气 那么他大概是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一个人说很爱你 却不愿意为你花钱 只有这三个原因 茫茫人海 能够遇到一个互相喜欢的人 然后一直走下去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 现实生活中 不可能有情因睡宝 两个人在一起 一时住行 点点滴滴 都离不开一个钱字 而有些男人 说喜欢的时候深情款款 一钱找到钱的问题 就推举敷衍 这时候 女人不免疑惑 为什么男人会有这样的表现 一般来说 男人喜欢你却不舍得为你花钱 多半出于这三种原因 一 他本身逆色小气 生活中 不同的人 金钱观也各不相同 有的人会将每一份钱都看得很重 事事扣算 自主比较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相信对待自己的伴侣也不会有多大方 记得有一期爱情保卫战 一位女嘉宾一上台去吐槽自己的男朋友太狗门 他说 体谅到男友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生日时没有送自己礼物就算了 真正让他无法忍受的是 第一次正式带男友回家见父母 就因为自己说过一句 不用买太贵的东西 带一些土特产就可以了 结果男友就真的只提了一袋土豆作为见面礼 男嘉宾的行为 说好听点叫实彻 其实就是扣门 节目播出后 不少观众也纷纷表示 男人在两人谈恋爱的时候 就表现得如此小气 如果真要姐妹伴侣 无法想象女嘉宾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是啊 即便这个男人对你也是喜欢的 但他在金钱上太过吝啬 不舍得为你多花一分钱 如此 你嫁给的他 日子也不会好过 他会在衣食情绪上委屈你 每天和你斤斤计较 就算你花着自己的钱 他也看不过你消费太多 男人口口声声说喜欢你 却不舍得为你花钱 不排除他本身就是个绿色小气之人 这样的男人 他只会心疼钱 不会心疼你 在一起久了 多半会寒心 二 他不够喜欢你 一位朋友曾向我吐露 在上一段恋情中 他男朋友没有给他花过钱 反而常常花他的钱 对方常说 他要存钱来孝敬父母 要存钱来娶她 他一直深信着 以为彼此会一路走到婚姻 但后来 对方喜欢上了别的姑娘 两人还是分开了 分开之后 他在朋友圈看到 对方不仅经常给那位姑娘 买名牌包包和衣服 还在节日买99朵玫瑰高调食安 相比之下 他才真正明白 这个男人 并不是真的经济条件很差 而只是不愿意为他破费罢了 一个男人对你的付出 是会因为对你的喜欢程度 而有着明显的不同表现 当他不够喜欢你 才会觉得给你买衣服 买礼物是不值得 花上百块 请你吃饭更是浪费 在他心里 你远远不如他口袋里的招票重要 其实 哪有什么真正困窮的男人 只不过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真正喜欢你胜过一切的男人 哪怕自己吃最便宜的盒饭 也愿意舍得给你花钱 一个男人在金钱上怎么带你 往往在于 你在他心里有多少分量 爱情在有些男人心中就像一场投资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就不会轻易地投入 他们在感情中会权衡利弊 规避风险 不让自己吃一点亏 当他不确定和你是否有未来时 和你约会要计算成本 给你买东西 要先进行估价 以防最后两个人分开了 自己逐乱搭水一场空 而只有当他认定你就是他余生的伴侣 把你看做了真正的家人 才不会在金钱上对你精打细算 才会毫无保留 演员吴奇隆一度被称为铁公鸡 信用卡额度不超过十万台币 甚至三年没有刷过信用卡 但是就这样一个节俭的男人 下了十亿平利去刘诗诗回家 在婚事上毫不含糊 吴奇隆在接受采访时说 节俭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 但他的婚礼是没有预算的 大钱必须花在老婆身上 每个人的经济能力不同 不是谁都能做到为爱一致奸计 但其实不管一个男人有没有钱 真正要想和对方陪伴余生 是不会吝啬他的付出 就如上面说的吴奇隆 他爱流逝时 所以在下狠手也觉得值得 这是对伴侣的一种态度问题 如果一个男人 在花钱的事上犹豫再三 生怕自己付出太多 说明他内心还没有坚定 对这样的感情要慎重选择 要知道 男人说着喜欢你 却舍不得为你花钱 这种喜欢 多半是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 一个十分有钱的土豪 在他离死之前 他把他的老婆和他的初恋 交到了病床前 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了他的老婆 并且对他说了一声 这么多年来 真的是辛苦了 然后他把自己珍藏了很久的 他与初恋的那个用书页做的书签 给了初恋 说那一段时光 让他感觉到了爱情的滋味 那么请问 这个土豪是爱他的老婆 还是爱他的初恋呢 朋友军哥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他说就好像一个人在极度饥饿的时候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碗面条 和一张印有马汉全息的A4纸一样 你如果是那个饥饿的人 你会选择什么 答案自然不言而喻 什么是爱 爱是互相的付出 不论是精神上还是金钱上 一个人如果没有金钱上的付出 那么精神上的付出也绝对不会长久 那些口口声声说爱你 却不肯为你付出金钱的人 只不过是踩着爱情的制高点 不耗费财力 就像吃上马汉全息的人 当然前提是 这个人有那个能力 一个人有一百块钱 他愿意为你花九十九块 一个人有一百万 他愿意为你花一百块 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人可能会说了 他把自己的时间 都花费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是爱我的 可是姑娘 你要认真地想一想 在他花费他的时间的时候 你也同样地花费了你自己的时间啊 什么算真正地为了你花费时间 他忙碌了一天 放弃了吃饭的时间来陪你 这叫花费 而不是他在闲来无聊时 找你消遣 那不叫陪伴 所以 一个不舍得为你花钱的人 也是不会舍得爱你的 当然 女人也不能一味索取 把男人的付出 当成理所当然 两个人在一起 只有做到相互的付出和感恩 才能走向长久的未来 毕竟尊重和爱都是相互的 如果一个人 给了你很多的金钱和爱 你不能付出同等的金钱和爱 那么这段关系就不会平等 一段不平等的感情 是无法长久的 与君共勉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